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我在微信群聊里发起的话题讨论吧 今天的话题是 外表长得显老 是怎样一种体验 18岁拍的证件照现在30岁了都可以继续用 感觉自己的人生早就剧透了 这样多省钱省事啊都不用重新拍照片了 8岁的小屁孩叫我阿姨 15岁的初中生叫我阿姨 20岁的大学生叫我阿姨 30岁的大姐叫我阿姨 40 50岁的大妈叫我老妹 可是我才20岁呀 叫你阿姨是人家有礼貌 你怎么就不开心了呢 什么 这是你妈 看上去像姐妹俩一样 我不想说话 此刻我妈都会很开心 说不定人家只是觉得你妈年轻 别太美观了 亲戚朋友都让我去学中医 说我长相优势挺大的 你看那些老中医多值得信任 年纪轻轻就赢得信任不好吗 朋友们一直说我嫌老 我觉得他们是嫉妒 直到有一天在公交车上 有一位50多岁的大妈问我有没有老伴 如今这么好心的大妈可不多了 要珍惜呀 我大三走在大学里面 经常有人对我说声老师好 想一想都开心吧 你赚大了好不好 得了便宜还买乖 我认识了 有趣的